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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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看就是早期的事情 你看这上面显示的事情 但是莫大夫 这个萧总啊 大家都不喜欢她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之前还好就是护士提提意见 现在连宝妈们 对她意见都是很大的 萧总这不刚来吗 还在适应阶段呢 但是 萧总她不喜欢孩子这件事情 大家可是都知道的 这个视频更坐实了 萧总她是讨厌孩子的 艳童 这就不好了 可他们是怎么看见这视频的 嗯 萧总多有名的一个人啊 那上网一搜 就全出来了 其实萧总这个人做事 还是很认真负责任的 她一切手段的目的 都是为了这间月子中心 能够更好 为了妈妈跟宝宝们 能够过得更健康更舒适 只不过她做事的风格 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 我跟她谈过了 等她从医院回来 她回去调整 跟宝妈之间的关系 到时候这事都过去了 至于艳童 那完全就是无稽之谈嘛 还是骆大夫厉害 连萧总的三观都能改变 其实萧总这个人 还是很正直善良的 她没什么心机 我们不光给孕妇提供一日午餐 我们还为家属们提供甜点和下午茶 包括还为产妇提供了 免费的专家咨询 形体恢复 瑜伽课呀 等等这些都是免费的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咱就定制吧 我觉得也挺好的 那二位要是考虑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填个信息表 好 上后呢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给你们联系的 但是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二位介不介意 啥事 来 你看这个好好看 很适合你 来 吃 好 你今天就买了好 很危险 楼下我买了 楼下 等一下再给你买一个 好 来 这真的好看 再吃一个 你也吃一个你也吃 我自己来 你吃啊 我吃完了 只有买给你吃了 我都吃不饱了 来吃吧 拍照好好看 对 真漂亮 好多颜色呢 你看 真小 又带花来了 天天送花 老公真好 把病房都快弄成花房了 老公今天晚上还陪床吗 陪 陪啊 其实我不想让他陪了 他在这儿打呼噜 我都睡不着 你可知足吧 那陪床多累呀 这么好的老公 再上哪找去 听听听 听听人家怎么说的 瞧给你嘚瑟的 真是 咱们是不是说话声音太大了 吵到人家了 帮他把体温量了啊 好嘞 现在量不量 等我等我 谁看这个 姓名萧嫣年龄三十五 你也三十五岁啊 我说你也三十五啊 嗯 大夫说你是做这个瑜伽受得上 是 哦 有人陪床吗 没有 那晚上起夜的话 您叫我们啊 好 谢谢 好 嗯 嗯 叔 你把饺子拿上去了 你回来正好 好 来 干吗呢 赶紧啊 我不行了 哥 你跟大魔王说 我坚持不住了 等不到他回西亚了 怎么了又 哎呦 来 躺点儿 哎呦 自从大魔王走了之后 我就知道我完了 这陈教授实在是太黑了 你说他也不明着来 天天耗着我 就让我做一些什么打杂的呀 跑腿的活 什么正经项目他 他都不分给我 我跟你们说 就因为我站错了队 我现在受到这个排挤和孤立 那是一般人所不能承受的 爸 你就这么忍心 看着你儿子受气 男人受点气 算什么呀 哎 我老这么受气 我 我就成受气包了 我的尊严 我的能量就 就都被磨平了 去拿点醋去 去吧 什么爹呀 一点都不会心疼儿子 你爹已经够心疼你的了 我不让你做饭 不就是怕你累什么 我现在干的事情 比做饭累一百倍 哎 对了 现在大忙怎么样了 身残至尖 百折不能 我现在都没空去看他 每天下班了之后 探视的时间都过了 真是时光荏苒 白举过夕啊 你躺我床的时候 你把外边的衣服脱了吗 换个睡衣 大老爷们怎么那么多事 不是大老爷们就腿脏着呀 哎 怎么说话呢 我这上哪儿不干净了 哎 我干净着呢 哎 我干净着呢 干净着呢 干净着呢 哎呦 睡觉喽 哎呦 真暖和 睡觉 睡觉 哎呦 真暖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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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好好 谢谢 去哪儿 谢谢阿姨 是吧 谢谢阿姨 不客气 哎 我们看看照片 来看看 看看 这 这笑得真好看啊 哎 这件特意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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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晃大出来 挂到家里啊 这个 这竟然笑得好看 这样 哦 有事吗 怎么没人送你花花还有好吃的呢 我不喜欢花花还有好吃的 怎么没人来看你 宝贝 不好意思啊 嗯 你怎么又来了 你工作做完了吗 这不你那前任助理亲自下厨了 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给你送过来 说这里边充满了他对你的敬意 顺便给你带着点总括果仁 每天吃一包 补充补充营养 无聊了拿去看分剧吧 谢了啊 嗯 这是颜值做的吗 这怎么跟外面买着一样 人家颜值可是正经做过厨子的 颜值做饭我可是吃过的 你这卖相真的不错 嗯 尝尝 特别好吃啊 故意这医院的饭做得太难吃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那你说得对啊 你说我们月子中心的宝妈妈呢 老说我们月子餐难吃 其实可以让颜值去试试啊 还真是 你说我生个病 还能把业务给安排了 是不是赚了 行了 吃饭少说话 对胃不好 我真的不骗你 你尝尝得真特别好吃啊 我是那么随便把什么东西 都往嘴里放的人吗 行你 学会了啊 好 陈总 您找我啊 我听莉莉说 你最近工作积极性不高 让你加班总是抱怨 你熟悉的领导不在了 暂时有些不适应 也是很正常的 陈总 您现在就是我的领导 我现在特别想适应您 而且 我特别喜欢加班 还恳请您就是 多给我一些加班的机会 让我充分地了解 如何和打印机相处 提高我送快递的效率 加强我开车的技术 你很不满 是吗 什么时候你的态度 调整过来了 自然会安排你 跟大家一起做项目 你也不想拖大家的后退 是吗 陈总 您放心 我的态度端正得很 蕊姐又说你了 她再怎么挤兑我 我也不会主动辞职的 王经理 王经理 谢谢 这是我们的报价单 你们回去再看看 好 谢谢 我们也了解得差不多了 好 那我送你们出去 好 李准 莫大夫 你就是这里的医生 是啊 您好 那行 今天麻烦您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老婆们回去吧 你们不再转转了 这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男的太小心眼了 不喜欢了自己老婆 坐月子的时候呢 旁边有一个男的 进进出出的 这两天这种情况 好几次了吧 不过莫大夫 你也不要太往心里去了 毕竟呢 现在传统的家庭 还是占大多数的 可我是儿科医生啊 我只是负责宝宝 这事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男朋友我今天没来啊 男朋友我今天没来啊 那是我同事 跟父母说了吗 没有啊 不想让他们知道 那需不需要个护工啊 医院可以帮你联系 不用 我可以照顾自己 这是在医院啊 跟你在家不一样的 行了 不说话了 量血压了啊 哎 你好 我是月子中心的李主任 哦 就是你们之前咨询过的 那家月子中心 您看您妻子正在哺乳期 有个男医生 出出近近的 肯定不方便 是啊 他还得给您妻子做检查 摸来摸去的 是是是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待会呢 给你发个链接 您可以 就您对这个男医生的不满意 在我们的平台上提出一些宝贵意见 我回头啊 跟我们的领导反馈一下 是是是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谢谢您啊 好好好 再见 喂 你好 你好 张先生吗 鸡有什么好吃的 这个 这个很好吃 我想吃这个鸡肉 好 你要不要吃啊 谢谢 您要不要吃啊 孩子 嗯 当然给你吃一个好不好 看您那还有什么好吃的 还有包子 快快快快来 去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 哎 这包子 来 给妈妈把拿回来 对 好 来 妈还插 还插餐具 餐具给我 没事 没事 我一份 来 乖 我把它打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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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了 阿姨 这是给你的 给我的 我妈觉得说医院的饭菜不好吃 所以给你也做了一份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菜 就随便吃点 谢谢 不客气 喂 喂 嗯 没事吧 退车要买了没有 要 我忘了 我给你发了多少微信呢 我的信息你看不看呢 还能忘啊 我看了 可是童风最近不是挺好的吗 你知道还是我知道 好什么好啊 三天两头发烧的 孩子 你总得要备一点常用药 我明天记得买 算了 算了 我买 我买 慢点啊 好 还有啊 你多照顾这点 那个十六号床腰不韧带拉伤的病人 我看她一个人怪可怜的 没跟人陪床 那隔壁床大姐都快看不下去了 看她一个人怪惨的 还多做一份饭给她 太惨了 实在不行的话 你要明天问问她 需不需要个护工 我不需要护工 我不需要护工 我之前跟您说过了 我伤得不严重 我不需要被别人照顾 你有个护工在身边很方便的呀 您怎么听不清我说话呢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你要是能照顾好自己 那怎么还腰不韵带拉伤了 那既然自己一个人在家 那干吗要做那么危险的动作 你说人家一大家子住在一块 倒还可以 你自己在家 干吗不好好照顾自己啊 白天我们忙的时候 你那要想上厕所 你都没人陪着 是是是 您说得都对 您的好意我心灵了 护工我真的不要 谢谢啊 ordan红标 simultaneous whicara medios 满色 你他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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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丁 谢丁 你终于来了 怎么了 我一个人在这住院 这帮人一直都盯着我 就连那小孩都觉得 我苦苦伶仃可怜 还是关心我 我真的 我都快疯了我 人家对你好 你接受不了吗 我不需要 为什么觉得我一个人孤独可怜 我一个人好得很 人家又不认识你 也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肯定按照自己认为的方式 去对待你啊 你知道外平那个护士 他跟我说 你既然知道自己一个人住 就不该做那么危险的动作 你说这话有什么用啊 这不是拱火呢吗 我真的是 你根本就不爱孩子 你也不需要孩子 你霸占孩子的唯一目的 是为了你的身份 一个伟大的单亲妈妈的人设 你在利用你的孩子博取同情 实现野心 陈娇蕊 你根本不配做一个母亲 你应该把孩子还给真正爱她的人 她竟然都不管 为什么要生孩子呢 你当时是没想清楚吗 想什么呢 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呢 哪样啊 按照自己意愿 不顾他人需求 强行关心 说你不爱听的话 霸道总裁吗 你严肃一点 我不知道你以前什么样啊 但是对于月子中心的宝妈们 只有你 真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你们之间的那座山 一定会消失的 好了好了 说点正经事啊 这是二楼宝妈们房间的装修方案 你看一下 其实您找我们事务所 你可以完全放心 你看 这就是我们公司处理的这些大案子 每一件案子都比你那个案子复杂 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 齐律师 这是真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都做成平榜了 对不起 师哥 带你看看我们这儿的小宝宝们 这 这也太可爱了吧 说实话 孩子孩子现在这个时候最可爱了 嗯 师哥 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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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眼神 可孩子的眼神特别自小 还是那么喜欢孩子 对了 这个 来来来 来这边 怎么了 没事 这个 你还记得吧 这是你之前给嫂子 呸 这是给你前妻你买的药 然后你走的时候你也没拿 你落在那儿了 我也不知道该给你还是 给你扔了 嗯 后来我仔细想 还是给你送过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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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怎麼會在这儿啊 嗯 我 是童童病了吗 没有 童童没有生病 你 你看 没生病 那为什么这么多退烧药啊 没有 不行 我要看看 你干什么 你 你这样 我跟你说 你 你别这样 你这样 我要报警 我跟你说 你 能 妈 童童 童童 我是爸爸啊 还记得我吗 妈 你们什么时候给童童断了奶啊 你呢 什么也别问 我呢 就当你没来过 娇蕊要是知道你来了 又得发脾气 好了 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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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童童 等着爸爸 爸爸很快就回来接你走 柴子 他很快 我拥有吗 那我拥有的 别拥有吗 你现在 我拥有吧 他拥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进来 蕊姐 有人找你 没预约吗 没有 谁啊 没预约 给你 没预约 这家里的方法 我还没预约 我还没预约 一直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要帮着 我还没有预约 我发生了 你想干什么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 什么事 我去看过彤彤了 你什么时候给她断了奶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在工作 别来这儿没事找事 她现在经常发烧 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在断奶之前 你没有给她养成吃腐蚀的习惯 她不能接受强行断奶 所以导致非常挑食 营养不良 抵抗力也会跟着下降的 你是来指责我的吗 饮食摄入单一 营养不良会造成营养失调症 不单单会抵抗力下降 还会因为缺盖导致高楼病的 你知道彤彤的体重偏轻吗 我抱过她了 她比同龄的孩子都要轻很多 你对彤彤的健康情况了解她并不全面 你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生病 你什么都不知道 到底想说什么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重犯执杀 孩子就应该由我来照顾 我的态度 你应该很清楚 陈娇蕊 你现在精神状态 还有你的所作所为你二神一定会输的 我现在也没有精力陪你耗到二神了 我不想跟你在法庭相见 我们互相伤害到最后牺牺牲的还是孩子 如果你真的爱女儿 你在乎她 就让我来照顾女儿 你就全身心地投入你的工作 你想她了 你可以来看她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一定能带好童童 我一定能 你不该来这儿 你走 你快走 带童童去茶匙睡清新吧 孩子替你缺心 最主要的症状 就是会造成消化岛功能障碍 去查一下吧 再来 瑞姐 李总通知下午两点开会 季总也过来 好 瑞姐 你刚才 没事吧 没事 季总一会儿可能带孩子来 咱们除了准备婴儿椅 还需要准备其他的吗 她为什么要带孩子一起来 不知道 听说她最近都这样 每次见客户都带孩子来 可能是为了彰显 她作为一个职场妈妈 有能力兼顾吧 刚开始大家觉得别扭 次数多了 也就见怪不怪了 知道了 我真是想要带孩子 我说你不可谈 你不可谈 你不可谈 你真是太强了 腰上了还一个人去上厕所 怎么不叫护士啊 抢什么呀 穿上病号服都弱爆了 我哪敢叫他们呀 在他们面前我不敢回嘴 只敢说是是是 对对对 其实那个护工 是我跟护士建议给你安排的 我跟他说 你一个人住院也没人陪 家人都不在 万一有点事多麻烦 谢谢你关心啊 没事 其实我看需要护工的可能是我才对 你老公不是在这儿陪着你吗 你瞅瞅 这样的能指望吗 睡得是真的好 他打呼噜吵着你了吧 没事 你别看了看我的人多 我一个个都得应付 公公婆婆就别提了 根本不想见 还有老公的朋友 为了给他面子 我还得化个妆 你说生个病都不能消停几天 白天应付完了 晚上我要想去上个厕所呀 这踹都踹不行 最后还是得我一个人 横吃横吃爬起来 医生说你恢复得不错 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是吧 那我来接你出院吧 不用 月子中心还有一大堆事要等你处理呢 活动时候小心点 别再扭着了啊 哎 你在这儿人缘不错嘛 血清心 正常之势七十五到一百五 你这个已经低于七十五了 需要及时地给他补心了 孩子体内心缺乏时 其体格发育 智力发育 以及免疫功能 都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最为突出的影响就是 引起消化功能障碍 导致出现食欲不振 和咽石等症状 适量的补点心 再补充些 维生素B 好 那您帮我开一些吧 好的 这个一般 这种情况的出现 还是和断奶有关的 你这个母乳未养不足一年 不该强行断奶的呀 您帮我开药吧 彤彤我们到家了啊 佳蕊 妈 你不是今天请假休息吗 对 我马上得回去 我下午有个很重要的会 你看着彤彤啊 那我走了啊 佳蕊 你不可以这样 佳蕊 佳蕊 你不可以这样 你 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们啊 抓紧时间去一趟 小辰 小辰 要是没什么问题 你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不是让你跟季总 去趟月子中心吗 好 好 那我现在去了 莉莉 你看一下季总什么时候过来 好 你好 我们是西亚集团过来做调研的 好 您稍等下我联系一下 好 没关系 那对于宝宝还有什么主意事项吗 好 这样 我给你看我单位 他们是领导的 症状或症状会常见的领导的问题 有什么不明的 你自己看一看 好 谢谢我 没事 今天你男朋友怎么没有来啊 就是 你男朋友啊 前几天经常来看你那个 他不是我男朋友 我觉得你跟你男朋友感情一定能长久的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们俩在一块儿笑得很开心啊 整个走廊都能听到你俩的笑声 这可是骗不了人的 你男朋友一看就是那种 特别温柔体贴的好男人 我看人很蠢的 你要是嫁给他 肯定能幸福 不是我男朋友 真不是你男朋友啊 真不是我男朋友 住院了也不告诉我 你呀 要不是我客户的太太 去你那儿坐月子 我还不知道这事呢 你还在乎我啊 这不一下飞机就赶过来了吗 我还以为你不想主动示弱呢 你会喜欢一个 着斗地掉的男人吗 那也要看对谁啊 给你换个担间吧 不用了 我只不过做瑜伽拉伤了而已 明儿我就出院了 在这儿有个伴儿挺好的 这是我男朋友 这个帅的 在这儿待了一个礼拜 闷坏了吧 可不是吗 想出去走走 护士也不让 我也不是亲老八十 看我看那么亲 等我一会儿 我看她说错话了 我看她说错话了 没事 你哪儿弄来的 我跟护士说 我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奶奶 在这儿医院里住了一个礼拜了 都快闷死了 她想出去闻一闻阳光的围头 你猜护士她怎么回我 她怎么说 她说你这奶奶可真有情调 你奶奶这么年轻啊 对 我跟我奶奶 对不起 接过 郝总 郝总 我们公司还是很有实力的 您可以去主播晚上您看一眼 那 那排庭前十的几个主播 全是从我们公司出来的呀 是 是 是他们现在都离开了 但我的意思是说 那我们公司还是很有实力 去打造这样的网红的呀 好吧 我知道了 那我过一天跟你联系吧 谢谢 老公 你在干吗呀 你没看见这周都溢出来了 你怎么下来了 快快快 你别 你别动 别动 别动 你去吧 你去吧 去那边坐着吧 有点好了 我给你手过去 你别烫手了啊 去吧 去吧 老公 快点啊 宝宝饿了 来了 你看 来吧 来吧 你的心跳已留下记号 却还有你看到我所有生涯 啊